哈囉大家好我是少環 今天我是你們的一日導遊 帶你們吃吃喝喝踏上一場漫遊田中的旅程 那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帶大家來到田中堯創意園區 這邊除了花季綻放的整片田野花海 就是隨處可見的可愛小貓啦 當然也不能錯過手蠟胚捏桃的體驗 過程中都會由老師來帶領 並且贈送另一塊土給客人遊玩 最後則需經由店家一段時間的處理後 才有辦法領取作品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文鄉下馬美食館 它是一間隱藏在田中堯街的古早味小吃店 店內的裝潢也是別有一番特色 今天點的是排骨酥麵、滷肉飯 還有一盤燙青菜都是特色的招牌之一 餐食的用料都很實在 吃起來也不會太重口味 接著帶大家一起走訪田中堯街 這裡歷經歲月的洗禮 但卻依舊保持著濃厚的古早氛圍 而且整條街上也有許多老店 像是刀剪店、百貨行、修表店 還有雜貨店、飲料攤、美食小吃店等 可以說是應有盡有的精華地帶 接著帶大家來到阿行冰店吃上一碗清涼結束的冰品 我點了一杯酪梨牛奶 喝起來不會太稠或是異物感重 反而很順口也不會太甜 那我們還點了一碗芒果冰 水果是現切的很新鮮 淋上黑糖加煉乳 酸甜焦瘦的口感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進發密麻花是一家在地必買的伴手禮店 店外的裝潢也非常的有鄉村特色 店內有各式各樣的伴手禮工遊客挑選 也有招牌的香蔥密麻花可以選擇 很經典也是招牌之一 不管是在地人或是外地人來買都很推薦 告訴你們一間隱藏在古宅內的特色小吃店 就是女人香臭豆腐 這裡的臭豆腐傳承天然發酵的製作方式 不僅香氣足更是有著口味上的獨特之處 當然也有其他特色小吃 推薦大家一定要來試試 木班車要帶大家一起來到田中老樹公園 這邊非常適合午後休閒、喝茶或是運動 同時也能讓自己放鬆身心靈 就讓我們在這裡享受午後的悠閒時光 和片刻的寧靜吧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我今天推薦的田中一日遊景點啦 那希望大家有空的時候呢 也可以一起來這邊走走晃晃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掰掰 最後的最後要教大家如何使用幾點功能 首先使用掃描器掃描店家外的QR Code 要注意店家是否有和城鄉導遊合作喔 然後進到頁面後進行星級評分 再按繼續等待一段時間後就完成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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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